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学习发菩提心 这个单元我们是依照清代的醒安大师 他所写的劝发菩提心文 来发起我们发菩提心 在上一个单元我们也依照清代大师 在劝发菩提心文的序文 也就是先让我们知道 我们能够发菩提心 要用八种的评判的方式 来检查一下我们所发的菩提心 他的性质 所以依照 斜、正、真、位、大、小、偏、圆、圆 这八个角度来评量一下 也就是我们能够发菩提心 还要发的正确 如果我们是为着名利啊 还是不离世间的这一些的贪求 那这样子呢 也就是邪的 也就是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发的菩提心 他的一个内涵 所以我们还是以世间的 这种利益的考量来发菩提心 这样子就是邪的发菩提心 那要能够说我们知道 发菩提心是为了能够解脱生死啊 然后把我们所具有的决性能够成就 而不是为了要求得世间的名文利养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正了 也就是我们处到我们要发菩提心的 真正的内涵 也就是掌握到菩提心的本质 也就是要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性 要能够了脱生死 那如果我们更能够 以发菩提心学习的对象 是能够上求佛道 也就是要有一个学习的对象 是过去都能够成就的人 也就是佛 菩萨 圣贤 诸大 祖师大德 这些是真正实践佛法 能够成就菩提心的圆满的 那这样的学习呢 它是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那有上求的学习对象 还要有真正发菩提心的落实的利益 就是要能够利他 就是下化众生 然后在过程里面 也要能够不持辛苦 那这样子呢 也就是真的发菩提心 所以正等于是 让我们引导一个发菩提心的一种性质 是为了我们的决性的成就 那能够有正确的学习对象 跟菩提心的利益的作用 那就是真的 那如果我们在发菩提心的过程 如果我们会遇到自己的 这一些的业障啊 有过错啊 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是众生啊 那如果我们觉得说 我发菩提心的好像 这些好像就没有关系了 那这样子呢 就是虚伪的发菩提心 也就是我们除了要学习好的 我们也要真正的改过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业障 我们还是凡夫啦 虽然我们还已经在发菩提心了 可是呢 我们终究还是没有完全成就的 我们只是在学习的过程而已 所以要有一种真实的学习的态度 否则的话就是虚伪的 也就是说 我们好像也知道这样子来发菩提心 可是呢 我们遇到我们自己的这一些的障碍 我们自己的这一些的这种罪过啊 业障啊 我们自己没有要去改 这样就是虚伪了 所以 醒汉大师呢 他这四个部分啊 完全是针对我们从初发心 然后我们怎么样子的考量 说发菩提心 我们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还有呢 我们在发菩提心的过程 是真正在学习的 在修行的过程 所以那个部分呢 真的也就是要把自己磨练了 那这样的发菩提心是真正的 就不是只有 好像我们一般说 喊口号是 哦我也在发菩提心的这样 那当然 我们能够知道有菩提心 那也愿意来学习 那这个都不简单啊 只是说 那我们要学得更彻底 然后让我们的观念呢 越清楚的话 那我们的发菩提心呢 也能够真正的落实 有它的实际的作用 那下面的四个呢 也就是说 要从大小偏原来观察的时候啊 这个部分是 就我们能够成就的果位啊 那能够成就的这种利益来考量 也就是说 我们发的菩提心 我们要上求 那要学习十方三世一切出佛 那释迦摩尼佛是我们现世的佛 那还有好多的佛啊 阿弥陀佛啊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 阿弥陀佛啊 那东方啊 我们知道的 就是有欧处佛 那欧处佛国土的净土 那也有耀师佛 是东方的 那这些的佛呢 也都是累积修行的 那因为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经典 大部分都是释迦摩尼佛所说的 那从释迦摩尼佛的教导的道理 来学习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学习的很广 那要利益的也要很广 也就是要对一切众生 能够发慈悲的心 那我们的愿也要发的长远 也就是众生要度尽 然后我们的愿才尽 那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方式 那这样子呢 才叫做发大的菩提心 那相对的 如果说我们只是 要能够自己的了脱生死 就只顾自己的 那么就是小 这样子的菩提心呢 还是要回小向大 所以这样子的对照呢 主要也就是要让我们的 发菩提心的作用 要能够无量无边 那最后的一对的偏缘 也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即使发了菩提心 我们心里也不要执着说 哦 我有一个菩提心 那我已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的 这样的一种执着的观念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在学习的过程 那我们就是会知道 我们自己的进度啊 还要知道我们自己学习的 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这些呢是要清楚 可是如果呢 我们心外求法 也就是说 我认为我已经有做了什么功德 好像我已经帮助了什么人啊 那我有成就了什么的这个法 然后呢 我就会升起我慢的心 那这个时候呢 就偏了 也就是说 在行菩萨道 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 我们又以为有所得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叫做偏了 所以要相对的 就是要缘来成就的 也就是说 一切的法 它的本质都是信空的 所以即使我们能够学习 行菩萨道 我们有发菩提心的利益的行为 我们心也要学习把它化解 也就是说 有过程 有学习 也有我能够修 然后我也有修 可是呢 在这样子的本质呢 它还是完全都是 本性都是空机的 所以用这样子的心态来 发菩提心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是很自在的 所以 行菩萨道师特别谈到说 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 然后行虚空之行 也就是修虚空的修行 然后正虚空的果 所以这样子的心啊 好自在啊 然后到最终究呢 也没有虚空的这个相可得 让我们一种观念上面的一种改变呢 也影响了我们的心呢 就会非常的宽大无边 也一切无障碍 所以请安大师呢 他就用这八种的差别来审查 就是用斜正真味大小偏远 来对照我们 好不容易我们要发的菩提心啊 那这样子的很确实的审查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真正可以导正啊 所以请安大师说 因为有这八种的 这种审查的标准啊 那我们呢 就可以知道去取 也就是说好的 我们要把它取留下来 也就是正 真 大 圆 这四个是好的啊 正确的啊 那我们就要取 那不好的就要去 那就是要去邪的 我们发的菩提心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 要在我们所有的身口一三叶啊 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啊 我们所作所为啊 我们就要来检查一下 我们一件事情的动机是为了什么 那我在烦恼的时候 我的心是有什么考量 所以我为什么会烦恼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如果我的心是为了明文立养啊 那我们得不到这些名声啊 那得不到这个地位啊 而起烦恼啊 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除 那所以说 发菩提心是一个理想 可是呢 他就是要在我们的实际的这一些的作为里面啊 来呈现说 那我发的菩提心 我应该是要用我的这一些的所作为啊 来符合才可以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说发的菩提心是要从我们的一切行为来落实的 那也就是从我们所做的这一些的行为呢 来审查 来检查看看 我每做一件事情 我是用正的还是斜的 是真的还是味的 那还是大的还是小的 那或者是偏啊 圆啊 那也许从这个赤地上面呢 我们先从正的还有真 这样子来考量 那慢慢的 我们自己本身比较有能力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发的菩提心 从我们能够掌握的范围啊 那越来越大 然后能够真正体会到 哦 诸法的这样的本性的攻击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就是来检查 然后来鼓励自己 那就是好的 我们要导正 来保持 那不好的我们就是要去除 所以说由这八种的差别的条件呢 来审查 然后知道去取 那能够知道去取呢 我们就可以真正发心了 所以请安大师说 那云和审查呢 也就是为我所发心 也就是说 我所发心的在这八个中间呢 是属于哪一项 是属于邪 正 真 位 大小 或偏原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来真正的考核我们自己 那什么就是去取呢 也就是去邪 去味 去小 去偏 也就是把这个不正确的这一些的 邪的 为求名利的 或者是我们虽然发的菩提心 可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些的过错都不改 那这个就是为 那我们自知自立只为了自己 修行也只为了自己 那没有考虑到别人 或者是我们就是心外求法有所得 那这一些呢 我们就要慢慢的把它去除 然后呢 要能够导向正 也就是要能够真正求了托生死啊 我们的心里没有烦恼啊 能够净化自己啊 然后取得真 也就是我们可以真正了解 我们要学习的佛菩萨诸圣贤的法 那也要利益众生啊 然后再能够取大 取缘 能够利益众生发无量的愿 能够观察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诸法 也都是无所得 那这样子的时候的发心呢 方得名为真正发菩提心 那所以我们借用 显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 那能够落实说 我们发菩提心 在每一个行为举止里面 要来检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了解等于是建立了一个正确的观念 那发菩提心也就是说我们先了解我们都有菩提心 那我们要发菩提心 那要发菩提心 它实际上是一个好像我们的一个认知啦 那我们已经知道说有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至高无上的理想 那我们要发菩提心的时候 实际上它就是要来修行 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我们所有的行为里面 就要来导证 所以这个过程等于是一直都是用这八个条件来检查一下 就是说检查我们每一件事情 我是用什么心态 那我所学习的对象对不对 我所利益的人是不是好的 那是不是广的 然后我自己的心是不是也能够归向一个完全没有执着这样子的心 也就是我作为每一件事情以后 我的心是完全是自在的 那好像没事了 所以这样的一种寻查 我们也会觉得说像诸佛所开示的通计说 诸二莫作众善奉行 至尽其义是诸佛教 就有一点就是归向到圆的时候 就是我们还要至尽其义 就是我们不管做了善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一切善 然后我们去一切恶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一些的习性啊 种种啊 那我们还要归向到净化我们的心 就是致尽其义 所以就跟醒安大师的要圆的发菩提心 就是要能够恢复到一切的这种都是虚空的这样子的一种自在的境界 所以这样子来发菩提心呢 基本上呢 应该也就是我们的心念好像随时都点点滴滴在观察自己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理想也要落实在我们的行为上面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更能够了解这八种的检查的条件的作用 除了了解它的道理 还要在我们的行为举止里面来检点 那从这个部分呢 就是从序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引导 让我们知道发菩提心的八个检查的条件 那接着呢 也就是正式的来让我们能够落实怎么样来发菩提心呢 也就是说还要从我们的一些行为 就是有几种的实质的内容 我们要来真正落实来做的 所以有十个因缘 所以醒安大师就提到说 此菩提心诸善中亡 必有因缘方得发起 也就是说我们在谈的菩提心 也就是觉性的心啊 我们有心同样叫做心 那我们在心的前面加一个菩提心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心 它很多的作用的 我们可以想很多事情 那也因为我们有这个心 我们也可以去操作很多的事情 可是现在的心我们要用在菩提上面 那菩提的本意就是觉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要能够真正探讨我们的心 它有一个觉性的这样的作用 所以跟佛它也是有觉的意思 只是佛它有成就的觉性 这样的一个圆满的代表 所以称作佛 那这个菩提心呢 也就是一切诸善中亡 也就是一切的善 可以说以菩提心为首 那我们一般说的就是诸善呢 可以做很多的利益的行为 那只是呢 以菩提心来说的话呢 它是一个周遍性的 所以说它是诸善中亡 那要发菩提心也要靠有因缘 也就是说我们众生都有菩提心 可是要明白有哪一些的因缘 让我们真正能够再实际发起菩提心 所以前面的八条是要来导正我们的方向 它的一个检查方式 那现在要讲的也就是 我们有哪一些实质的内容 是能够发起菩提心的 发菩提心是发起世间最大的善心 也就是以菩提心为主 能够觉到一切众生最有利益的事情 也就是让我们个人可以离苦得乐 也要能够利益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以这样的考量呢 是要具足一切世间的善 所以叫做诸善中亡 可是要发起这样的菩提心呢 如果没有因缘 我们也没办法发起 也就是说菩提心是要有利益的行为 它要有行动力的 那如果我们是具有菩提心 可是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念的话呢 我们就等于是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动力 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子的发挥 所以要有因缘方得发起 它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是都有菩提心的 可是如果我们不了解 要发菩提心的重要 而且怎么样子来发菩提心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没有得到发菩提心的因缘 所以用这个因缘这两个字呢 它是等于是很简便的 那实际上呢 它的意思是很深的很广的 也就是说 要有了解到发菩提心的内容 那真正的学习 这样子就是发菩提心的因缘 所以我们佛法常常讲 诸法都是因缘法 要因缘生因缘灭 那有因缘 那我们要知道 没讲到一个因缘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含糊的 它是有实质内容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哪一些条件 有哪一些要必备的这一些的事项 那要来做到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叫做有因缘 所以我们说 学佛要了解诸法 是因缘法 那也就是说 好 那我做一件事情 我做这件事情 有参与的人 也要做的那件事情的内容 还有这件事情它的影响 它的作用 那这些就是这个事情的因缘 就是这个法的因缘 所以我们用一个因缘 我们就知道 其实它是非常繁琐的 复杂的 很维系的内容 所以在这里要谈到说 那我们要发菩提心呢 也要有发菩提心的因缘 方德发起 所以醒安大师呢 它要借用我们去思维 要去学习十项的因缘 让我们来发起菩提心 那这十项呢 第一项也就是念佛众恩故 要发菩提心 第二要感念父母恩故 而发菩提心 那第三要念师长恩故 要发菩提心 那第四念师主恩故 而发菩提心 第五要念众生恩故 要发菩提心 第六念生故